哈囉 現在要做的是 香絲蛋糕 這個磨 15公分 然後 16公分高 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 OK OK 然後呢 怎麼做呢 來 薑膠紙 圓形的紙 烘焙紙 對折 香絲蛋糕在部落格裡面 有做過好幾個人 然後基本上配方都差不多 大概就是 調整一下濃度就OK了 這樣子 Sorry 然後 這樣一點點 好 打開 然後把它放進去 收平 OK OK 像這樣子 好 這是我的方法 這樣放在中間 穿進去 好 OK 這裡有殘草的紙 兩張 把它切起來 放著 放著 然後 就不理它 好 那我們的蛋白放在這邊 蛋白有五個 五個 蛋黃有五個 然後一個全蛋 好 那這是沙拉油的部分 一體油 這是鮮奶跟鮮奶油 低筋麵粉 然後這個糖是給它用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然後我們按照順序 基本上是這樣 1 2 3 4 5 6 7 好 那我們要開始囉 好 又是這個 OK 然後如果你懶惰鬼 我們就用這個 OK 鮮奶油 沙拉油 油 Yellow Yellow Mix Go 好 刀萊姐姐會教我唱一首歌 叫做Rainbow 這是老師叫他們唱的 Rain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blue 這是 Milk and cream Quip cream 就是鮮奶跟鮮奶油 加進來 有點固固 Rain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blue Purple and orange and green I can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now 喵喵喵 然後呢 但是呢 我就會給它改 我就會給它改一下 就會變成這樣 Rain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blue Purple and orange and green I can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喵喵 那意思是說 我現在已經可以看見彩虹囉 No 然後我把它唱成喵喵 他每次聽到這個都會覺得 不是啦 老師不是這樣子教 好 好沒關係 我們把它裝進去之後 又把它啟動Mix 基本上我們其實只要混合均勻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要打發它 OK Mix Just mix OK 然後呢 這是我們的篩網 然後剛好搭配這個 這個盆子 這盆子是21公分的 21公分 你們看一下 這邊 內徑21公分左右 內徑21公分 然後這個最大 24公分 然後就 因為這邊比較小 這樣子 18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上去 快去做什麼呢 我們的麵粉 放進去 麵粉 麵粉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刮刮 刮刮 這樣有沒有很好玩 是不是這樣就很好玩 我們用刮刮的方式 看底下 我們給你看一下 底下 有沒有 就把麵粉放進去 而且這樣不會跑掉喔 你看這樣子就不會跑掉 對不對 麵粉放在這裡 好 這個部分就是麵粉過沙 麵粉過沙 好 好 這個 放這裡 你看 已經在裡面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這個刮刀 其實這個網子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就剛好符合它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不用扶著 是不是 然後 就可以很順利的 很順利的 將它們混合在一起 這邊我可以開機了 uranne berry and gale and pink and blue purple and orange and green 你看囉 我剛剛其實已經過曬對不對 或者还是 Tackco 那怎麼辦呢 通常我會抓它們 Av JACOm 我們要再過晒一次 對 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很容釋 可依 好 沒關係 越來越後面 再一次喔 放過來 一樣 放進來 你看這有點像豆花 其實你用花刀就很容易 不均勻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用打蛋器 好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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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屁股就會這麼多 沒關係 你就把它刮乾淨就好了 你不要這個網子就直接丟水槽喔 這樣會浪費很多東西對不對 好 好 我剛剛是燙Rainbow 其實我只是想要改裝 就是說 I can see a bubble I can see a bubble 這是Ogora Cake的一個特性 就是會有很多小小的泡泡 會有很多小小的泡泡 會有很多小小的泡泡 這是很正常的 那沒有關係 那 接著過來這邊呢 你就把糖加進去 好 可以嗎 因為我的糖沒有過篩 所以你就會聽得到 咳咳咳咳咳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停 我們來檢查一下它現在的狀態 這樣軟軟的 我覺得稍微有點軟 一點點 你再加一下一點點就要軟 你看像這樣子 好啦 夠了 這樣子 好 這樣 看得到嗎 然後基本上它應該是有光澤的 光澤 再一點點 好 我們剛剛講 你看喔 這邊很漂亮了對不對 給你們看一下 呦呦呦呦呦 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呢 你看 這邊會有一圈一圈的那個線 這時候我們把這個放旁邊 我們的烤膜拿出來 這是我們的Glue Glue C 好 把它繞一圈 這樣子 看到嗎 好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我們的Glue 來 照相 照相 好 好 再一次Glue 抹在這裡 一抹就黏住 一抹就黏住了 為什麼 因為它有糖 有糖的話基本上它就會有黏黏的 黏性 好 這樣子夠簡單嗎 那基本上 你把它黏住 其實就是希望說它能夠更服貼 然後呢 我們的 就是烤出來會更漂亮 就是會更圓 這樣子 你不這麼做可不可以 可以 OK Let's find 高興都好 好 好 放這個 來 好 這樣子 看到了嗎 他們兩個的質感 這樣子 跟這樣子 這種Bubbles 好 這是挺挺的 所以我們 在Mix之前 再把它混合一下下 哎呀 好 這樣 我們就把它混合在一起吧 輕輕的 輕輕的 好 搅拌 非常 散動 好 檢查 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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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妳 今天要先把它切成一块 把它切成一块 再平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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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差點 1-2分钟 螃蟹 螄蟹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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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已经差不多了对不对 洗水盘进来 多深就是腌过去就好了 这个往下放上去 这样子 记得今天是这个 就把它放进来 OK follow me 这是我的烤箱 我们现在把它设定成大概15分钟左右 我们来看 然后我们的温度大概是180左右 现在这个时候 那我们放在哪里呢 看到了吗 下面上来 这样子让它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稍微把它夹一下手套 哎呦 这样子 好让它一点透气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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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